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 六夜六 看不笑 春八六九 每当想起这段音乐的时候 脑海里很自然地浮现出一个 可爱老太太的模样 同时也想起赵丽荣旁边的龚汉玲 因为小品如此包装 龚汉玲火了 之后他便认了赵丽荣老师做干妈 在赵丽荣生前患病时 他对龚汉玲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做我们这一行得讲究不能将就 赵丽荣老师走了之后 龚汉玲就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水平 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当绿叶 没有好的大树是没有办法继续发光的 1988年 辽宁春晚 小品十三香 是龚汉玲第一次 从相声演员变成小品演员 在这个小品中 龚汉玲饰演一个摆地摊的 赵本山饰演一个盲人卖抱者 龚汉玲蹲着唱完了一首十三香 因为龚汉玲十三香 从一个唐山小调成长到了曲艺的高度 这场表演之后 龚汉玲就走红了 路上的人只要看到他 就会喊着十三香十三香 但可惜的是 龚汉玲的成名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 反倒赵本山成为这个小品中的记忆 后来龚汉玲在唐节中的推荐下 上了1990年的春晚表演大麻将 1991年 在第九届春晚上和蔡明搭档 出演小品《陌生人》 之后在1992年 龚汉玲又表演了小品《妈妈的今天》 在那场春晚上 龚汉玲的小品《街头奇遇》 获得了全国曲艺小品大奖一等奖 虽然有了这么多成就 但是却还是没有给观众留下太多的印象 直到遇到了赵立荣老师 龚汉玲才终于迎来了机遇 赵立荣老师做了一个小品叫做《母亲的心》 要寻找一个会说唐山话的演员演她的儿子 有人向他推荐了龚汉玲 在有人的推荐下 他跟赵立荣老师见面时心里相当紧张 没想到赵立荣见到他一面就说道 你就是我儿子吧 龚汉玲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是在说小品中的角色 赶紧说了句赵老师好 有了这次合作之后 他跟赵立荣老师处得不错 干脆认了赵立荣老师做干妈 在公开场合称呼为赵立荣老师赵妈 私下直接呼妈 遇到赵立荣老师之后 龚汉玲和赵老师成为了黄金搭档 两个人一起合作了如此包装 打工其遇 功夫令 龚汉玲有了名气之后 上春晚也带上了自己的妻子 虽然妻子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好歹露了露脸 加上妻子和赵老师的关系也不错 于是便跟着龚汉玲一起叫赵立荣妈 在打工其遇中 饭店老板龚汉玲身穿长袍马褂 面是赵立荣扮演的老大娘 龚汉玲的手一直垂着 身子勾着 永远捏着嗓子说话 在如此包装中 赵立荣饰演的是一个前来应聘的老太太 龚汉玲是这个皮包公司的骗子 一个老太太换一身衣服 练一下话术声音再取一个艺名 如此包装之后就能推上台捞钱 现如今 明星虚假人设 被龚汉玲和赵立荣表演得淋漓尽致 越是通俗的艺术 越是考验作者的水平 每一个在观众面前 普通拉家常的角色 十分钟的表演 龚汉玲往往需要准备半年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最快的时候半个月的时间都可以拍一个电影 由此可见 为何当年的小品能够精具贫出 包袱满满 2000年赵立荣去世之后 龚汉玲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也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搭档 自从换了搭档之后 龚汉玲再一次没落 因为在小品界 演员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 才能被观众记住 像潘长江 个子比较矮 宋小宝 皮肤黑 龚汉玲呢 瘦着像电线杆 没有任何特色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龚汉玲的绿叶的位置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台上抖包袱 抖得好就是轻松愉快的小品 抖得不好 那就是尴尬现场 小时候的龚汉玲 父母都是河南帮子演员 父母外地有演出时 她也常常跟着去 小小的她就站在舞台下 时间久了 龚汉玲对表演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1977年 高考制度恢复 父母要求龚汉玲回家参加高考 那个时候 作为上山下乡的龚汉玲 十分不愿意回去 因为乡下比较自由 但是龚汉玲还是拗不过父母 在高考前几个月回家复习 最终考上了沈阳师范大学 上了大学之后 龚汉玲也没有收起玩儿的信心 而是喜欢上了表演 在学校的艺术团上大展身手 那个时候 龚汉玲总是穿着奇装衣服 走在路上回头率特别高 但是龚汉玲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依旧是我行我素 奇怪的龚汉玲吸引了金珠 明明有很多人追的 像花金珠却喜欢上了龚汉玲 不过那时候龚汉玲不爱说话 对她爱搭不理 后来金珠打听到龚汉玲毛笔字写得特别好 于是便以此为借口 让龚汉玲教她写毛笔字 一来二去 龚汉玲和金珠之间渐渐稳定了感情 毕业之后 龚汉玲进入了沈阳曲艺团 龚汉玲特别有才华 在曲艺团 她的相声段子都是自己写的 在开会的时候 大家坐在一起相互提意见 龚汉玲脾气比较直 常常得罪别人 在曲艺团的日子里 龚汉玲认识了恩师唐杰忠 不仅教龚汉玲学习相声 还鼓励她去北京发展 到了北京之后 龚汉玲自己创作的相声 国翠异彩 获得了创作表演三等奖 而且这个相声也是她给妻子的 金珠也开始有点名气 1996年 龚汉玲和妻子一起 调到了中国铁路文工团 不仅房子是唐杰忠帮忙找的 就连房子里面的彩电 微波炉都是她提供的 每次说到这些 龚汉玲都特别感谢唐杰忠 后来龚汉玲一步步走上春晚 即便没有大红大紫 但是龚汉玲却成为了春晚的黄金绿叶 一共参加了18次春晚 陪伴了无数观众的欢乐时光 如今龚汉玲不仅参加小品 还参与拍戏 不管是哪个领域 龚汉玲都兢兢业业 2020年龚汉玲在老酒馆里面 一段说书的表演震惊了众人 让人不禁感慨 只要龚汉玲愿意 依旧能够发光发热